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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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这些禅修都是佛教的禅修 用这样子的禅修让它放松 这样子的话对它的兵是有一定的帮助 这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做的一个事情 在这个生老病死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不管是我们的家人面对或者是我们自己面对 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感觉得到 感觉得到我们的无能和我们的无奈 以及我们平时我们认为特别特别重要的这些东西的真正的价值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任何一个东西这时候都帮不上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用这些方法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比如说家人自己 首先大家要理解这个生老病死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的 每一个人的 我们每一个人总有一天要面对 这不是我们的家人 不是个别人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拥有一个平常的心 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内心是一个很错乱 很混乱的状态的话 那么我们也不会更好的去帮助到病人 所以首先自己要平静下来 然后我们可以帮他做 比如说念佛 念药师井 然后还有可以做比如说方神 还有就是做很多很多的善事 对他都有帮助 这些是我们可以做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比如说自己的内心当中特别特别难受 这个肯定会很难受的 那么难受的话 这个时候大家也知道难受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我们也知道 这个不是因为我们觉得有用 但是这个时候知道没有用也会难受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是用今天我们讲的这些方法 去控制自己的这些感受 但是必须要在没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之前 要做好准备 任何一个事情要面对 我们直到中有一天要面对的话 还没有到这个时候之前做好准备 这样子的话我们到时候就会顺利一些 但是如果已经面对 这个事情已经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呢 那现在就来不及这么多的训练 那这个时候呢 尽量的我们用佛教的方法去把自己的烦恼控制住 然后呢更好地去帮助他 然后心闪 然后就去修这些菩提心等等 然后给他回乡 那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这些